中风案例 我叫Christine 我今年1月9号中风 然后是听我朋友介绍 3月24号来到究竟三元时点这边 那到今天刚好是两个月 那我刚来的时候 手脚走路非常不灵活 然后左脸就是阴阳脸 然后手和脚都有马 然后第一次大宗师傅帮我按了之后 立刻我的手麻的情形就好很多 大概按了两次三次以后 那个麻的情形就完全没有 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非常慢 左右手脚也不灵活 然后走路就需要用拐杖来走 现在两个月之后 800公尺以内都可以自己走 不需要扶着拐杖 然后脸上阴阳的情形也消失 经由陈师傅 然后大当师傅还有LUNA 就是教导原始点的知识 我现在就是每天服用姜汤 刚开始的时候是大概一天60克的姜 现在的话我是一天大概85到90克的姜 这样喝 那就是还有用红豆袋 杯部用红豆袋 像有的地方比较白天的话 不方便就用暖暖包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最近大概这两个礼拜开始用水暖电 就发觉说我的情形真的是改善非常多 然后还有我现在刚开始来的时候 因为手脚不灵光 所以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很大的运动 只能说 今天我的那个附健师是叫我做一些很简单的运动 现在的话因为手脚可以走路比较多 然后我就运动 大概每天可以连续走路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那就是真的很感谢张医师发明的原始点 然后呢让我的那个中风的症状改善非常多 谢谢 前后历经两个月 三月 月 后续追踪 2015年11月15日 已可正常行走